演者過年的練習家旗 加雄李空 李須尼 臺灣電灰在臺南高班 到時回鄉 走出的人車一定很多 很多中央路段強行的搭車 所以加朗普共六局依照統計 今年臺南幫忙 南昆新台天府 累積超過650萬人處參訪 是臺南最多 所以互有民眾 中央路段一定要利用臺中文書 那是參科替代的路拼開搭車 所說的計劃中 我們從評估 整個容易發生車草的地方 在我們臺南地區發生車草的地方 是在我們臺86的一個 人的系統交流到8K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臺86線的一個 17K到19K 歸人代高廟 通往國三的一個 高廟交流到一個路況 容易發生車座的地方 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這個過年時間 我們會拜年嘛 到4秒禮拜 南昆新台天府的台時期線 南昆新台天府的前後路段 也會有車 比較多車的一個狀況 那針對這三個車 都有路況 我們提醒民眾 在行車之前 能夠提醒規劃的一個行程 能夠提前來做規劃 七天連隔 公路局為了鼓勵大家 使用公共運輸 2月7號到2月14號為止 88條各地客運都會有幼稚 而且全公路客運 或是市區客運 基本的禮停也可免費 那從7號開始到14號 這個有8天的期間 如果搭乘公共運輸 我們國道路線有88條 都可以想平日優惠券 優惠價 還有就是原價85折的優惠 那也請大家多多搭乘 我們的公共運輸 國道部公路局 活躍過年期間相關的收穩 第一時間路空 都會到國道部公路局的網站 幸好公路APP 今天時間應路人 好不轉耍 0800231-035來查順 我們的新聞 觀集 蔡公佛的